摩擦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一起說 GG 就有點羞恥 但是我們 帶大咖的來賓來都有配合 而且他振臂記錄 你應該沒有辦法想像葉總也要GG吧 這很難想像 葉總就是因為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原因離開我們節目 他受不了這個 哈囉 所有現場的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的 GG斯密達在危險的邊緣 瘋狂摩擦 GG GG 水啦水啦 今天來賓很讚 今天來賓 我看起來 克萊門好像有點不太願意 對 這種感覺百般不願意來的 對 那我們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就是我是季德 我是大神 好 那我們掌聲歡迎兩位 來賓一個是克萊門 一個是拿鐵 要不要跟觀眾打聲招呼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克萊門 之前這個LawPCS的賽評 然後去年的話 轉就全職去做 戰棋的主播 大家好 我是拿鐵 以前是竹刻工程師 後面轉成全職的 TFT選手加上主播 好 太厲害了 那再次掌聲歡迎兩位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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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聽到了兩位的這個title 大家應該也知道 可能猜得出來我們今天要聊的一個主題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就是 TFT 對吧 聯盟戰棋 聯盟戰棋 或者 我可能會不小心在節目中 就是因為我們在BDBD上也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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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頂之一 原頂之一 就是兩岸的這個 名 遊戲的名稱本身不太一樣 翻譯 那當然我們一開始節目還是 輕鬆一點就是 我們先跟可能有一些沒有接觸過 聯盟戰棋的玩家來簡單的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其實這款遊戲呢 就我的歷史背景理解 如果有錯兩位可以跟著我 就是它應該是 這個遊戲的形式應該是 當時是在 DOTA DOTA 2的那個 自走期 客戶端裡面 因為可以在裡面自由創作就是 自己的地圖編輯器 然後就被創出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遊戲形式 然後後面就有各大的 你能想得到的遊戲 至少我能感受到就是在 對岸能想得到的遊戲 都有這樣的一個遊戲形式 然後 但最後是英雄聯盟這個IP 也就是聯盟戰棋 在這個自走期的戰爭裡面 最後獲勝下來 對 其實自走期的遊戲邏輯 應該怎麼形容 就是你每一回合有一個穩定的經濟 然後透過那個經濟去養成一個陣容 然後在回合回合之間 他們會自動戰鬥 差不多是這樣子嘛 對 所以拳頭自己的講法的話 它是歸類Auto Battler 就是自己打 Auto Battle 放置類嘛 應該這個翻譯沒有問題嘛 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類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它是叫做是一個Drafting Game 因為你所有的卡詞 都是大家共享的 選秀遊戲 沒有錯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遊戲剛開始在 就是對岸的話 它是從這個 麻將發展出來的嘛 精神源 源頭是從麻將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可能 一本 如果沒有接觸的玩家 如果讓我來 案例這個遊戲給你的話 就是我說這個遊戲可以帶來什麼快樂 首先 它很適合我這種高齡的玩家 就是我已經 慢節奏 就是我沒有辦法在操作的比拼中 去獲得那麼高的一個成就感了 但是我可以在這種時候 就是 嘗試解釋說我的腦子比你厲害 對吧 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我們會 可能把它被列為 博弈類遊戲 對吧 它是有運氣成分跟 智力成分 就或者是你的策略成分 它其實是在這個光譜上的 對吧 那我也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個光譜 比如說 西洋棋或象棋 當然這個我也知道 你要很校正的話 你就告訴我先後手也有勝率問題 但如果我們先 不考慮先後手的話 可能這兩個遊戲 我認為是零運氣成分 因為象棋跟那個 夕陽棋都是 每一把的棋 都是長那個樣子 它沒有隨機說 你的 包括圍棋 對 傳統棋類 那可能如果我現在跟兩位 喜巴拉的話 它就是一個純運氣的遊戲 如果我不帶手法 它可能就沒有任何的 實力層面 你講得非常的嚴謹 那兩位認為 就是 聯盟戰棋 它會落在光譜的 大概在哪一個地方 就是偏運氣多一點 還偏不運氣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的話 要看一下 版本 沒有 要看一下八個玩家的實力落差 就譬如說 八個拿鐵 對 譬如說八個我自己下的話 那就會變成 喜巴拉 完全運氣 因為八個都一樣強 明白 世界賽的話 打到世界賽決賽圈 就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就八個人都很強 那比的是當天的心態 然後操作 還有就是 更多的是運氣 進排順不順 對 我反而比到後面覺得 嗯 心態啊 跟狀態啊 是一個 最重要的點 因為你當下 一定會有運氣比較差的局 那你拿了一個第八以後 因為他 會想要克服這個 Random的方式就是把 對局數拉高 譬如說BOL12 世界賽是BOL12 或者是後面的 你可能二十分 二十分奪冠制 對 二十分奪冠制之類的 對 那有一些心態好的選手 就是你可能第八以後 他下一把可以拿到第一之類的 嗯 對 但有一些心態比較差的選手 就像 呃 譬如說美福的一些玩家 我自己很喜歡的 呃 Sizuko啊 或者是Soap啊 都比較偏 老爸以後 就會 就會一直老老爸下去 就是他扛不住那個 對對對 追分的壓力 這聽起來 跟麻將大賽有點像 就是當一群很會打麻將的人 坐在那邊打麻將大賽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比運氣跟心態了 就為什麼我有麻將比喻 首先他也有共享排斥的概念 對 對吧 他其實也是有 就是他一定也有運氣 但是他也有根據場上的局勢 你得判斷的這個程度 當然 我覺得遊戲比麻將還是好玩的原因 是因為麻將不會在你面前打架 對 但是這個東西會有給你打架的過程 對 有一個視覺的效果 然後我自己認為這個遊戲 可以在 這個時間點就是 就是成就起來 因為 他也滿足了我覺得人性 就是我們是有賭性的 就是他還是讓你感受到那個碰 神抽 喝出三星的那種快感 其實我認為這個是很大的 兩位也可以說出看 因為其實我自己 為什麼今天會想要 跟大家來聊TFD的主題 是因為 可能在電競這個範疇裡面 我一直也滿關注 就是 博弈類的電競 可能過去我會覺得 爐石這個項目是 在電競上面發展的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近幾年 這個應該已經 火苗應該已經熄滅了 對吧 就是 可能有很多的爐石玩家 不如我說的 不如我說的 他講的 不是啊 那你現在點進 Twitch的爐石區也都是在玩 酒館戰棋啊 對吧 爐石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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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岸叫酒館戰棋 反正就是一樣的 就是他 當然他跟TFD也有點不一樣 對吧 但是也打標準的那個 構築的也 也越來越少了嘛 對吧 然後 那我也想問看兩位就是 在我看起來 其實就是 TFD的發展 有點 剛好 沉上了這個空缺 就是 而且我自己觀察其實 TFD可能還 在電競上面還沒有發展到 但如時當時的一個 聲量或影響 但是 他是 在我的觀察是向上的 我不知道兩位是 怎麼看待 就因為兩位也是選擇 投身到了TFD 那 你們有 就是想過這一類的問題嗎 其實還蠻常會去想的 因為 他 剛開始這個遊戲歸類 就是比較休閒類型的 他對電競的投資 比如說像 拳頭其他的產品 並沒有那麼多 沒有辦這種什麼長期聯賽啊 或者不管是 你是瓦羅蘭 或者是在英雄聯盟裡面的話 其實都還差蠻多的 那其實現在這個電競項目 就算我這一次自己去播世界賽 我也覺得他電競在遊戲的 核心推動上面 其實沒有這麼的強勢 因為一方面是他改版實在是太快了 他每四個月就改一次大版 所以對他們而言 世界賽其實比較像是 下一季的官宣 因為其實大家打完世界賽 我一回來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碰過S死了 這樣子 像是 暴選嘉年華 我們都會期待暴選到底 今年要拉什麼 不不 就是要給我們看什麼新的遊戲出來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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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的恩怡 我剛剛沒有說對 我剛剛沒有說對 我緊針對暗黑破壞神室好不好 這個我還是有發言權的 我玩了很投入好不好 但是最後我真的覺得 我玩到第二季完了之後就算了 算了 對 我真的覺得跟吃了某種 某種不應該吃東西一樣的感受 對 所以 門門說 其實說可能他在 我們會說以前電競 確實可能會被歸類為一個 遊戲產品的Marketing的部分 對吧 就是他很多的本質是要推廣回 影響遊戲人口 可能還沒有辦法發展到 像英雄聯盟變成一些獨立產品 在像NBA那樣子 往這種目標去運 但是我也想問問看拿鐵就是 你覺得 就是說 因為之前我們之前聊 就是其實你之前也接觸過爐石 那你覺得就是說 可能 這個 這個 環境裡面 我們也有不少的卡牌類型遊戲 甚至 拳頭自己都 LOR 推出LOR 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玩過 我是有稍微 我也有稍微玩一下 我沒有玩過LOR 但是LOR這個卡牌遊戲其實是 不溫不火 對吧就是 甚至 從遊戲的角度來說的話 現在的遊戲人口應該沒有特別多 在我看起來已經被放棄了 放棄了 已經 對 PVP已經取消了 但是很多LOR的人口 其實有過來打TFT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款遊戲 是個好遊戲 就是 至少它的美術上面 我覺得是 很棒的 但是 我想問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 就是 拿鐵你覺得就說 為什麼這個遊戲 你覺得它現在會 對 會 其實就是 博弈類電競 你現在要說 就是 就是戰棋發展的最好 舉例來說 甚至它都有點打敗 盧石戰場的一個趨勢嘛 以遊戲人口 網路聲量來說的話 你覺得它的成功是出在哪 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也 不太明白 為什麼它可以從中間脫穎而出 但我是以 呃 玩家或選手的身份去看 台服的 呃 其他的玩家選手啊 看待電競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在S8以前 我們是沒有所謂的電競的 就是 整個戰棋是沒有辦法參加比賽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在 Garena下面嘛 嗯 所以 整個世界賽啊 包括什麼東南亞賽區啊 Apex賽區啊 都不關我們的事情 哦 有比賽但是我們台服沒有去參加 沒有辦法打世界賽 沒有辦法打世界賽 就被歸 被畫出那個 可以參加的那個渠道 萬人嗎 對對對 但我們那邊 那時候最大的比賽就是一個 Africa 他們 像 他們辦的什麼 Chosen One 哦 是在 有點類似 為什麼笑了 蛤 沒有 因為我想我每次看K-F-F-B的時光 然後就挂 Chosen One 四次冠軍 這樣子 對 那個跟正式比賽一點關係都 對 你就是在 提示某一個 某一個K-O-Y 哪個催B意思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攻擊性這麼強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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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走阿森路線人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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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東西其實比賽很好看 然後我也是很感謝愛菲尼卡辦比賽 對 因為我也是從愛菲尼卡那邊 開始辦出來的 對 他那個其實很有含金量 對 因為在S8之前 就只有那個比賽 他就是台服最大的比賽 所以那时候台服 像我的话 就会选择去美服爬天梯啊 或者是陆服爬天梯啊 因为没有办法用比赛 去证明自己之类的 对 然后到S8回归 Railt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从东南亚赛区 这样一路打上去世界赛 对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 就也挣这个机会 我们刚刚可能稍微给大家 少小的科普了一下 战棋这款游戏 但我们要先回到两位的经历 就是也就顺着刚刚拿铁的说 就你刚刚在开场街的时候 你有说到 你是一个工程师 对吧 还是竹科的 对 竹科工程师 那以前可能是一个游戏玩家 那就是 你刚刚也说到 可能是S8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 全职在播 战棋的一个实况主 然后你也是会 就是应该是 我认真没有错 是唯一一个 我们台湾的选手走到了 世界赛 这个位置的一个选手 就是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你 就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些心路历程 之前的话我是会一边上班 然后下班的时候利用时间去开直播这样子 对 不过要以纯TFT 网上做起来就比较难 对 然后那时候的观察就是 完全没有办法全职 对 原因是收入的问题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观众人数也就是 100多啊 好一点的可能200多这样子 那时候还只是就是 呃 这叫什么算业余的游戏玩家实况主 对对对 然后你的身份是台服高端 嗯嗯嗯 可能就是 实况title挂个什么台服人罐啊 或者什么美服人罐啊之类的 哦 对但还不太够吸引到足够的观众 我打个岔 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呃 就是别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熊安 对吧 或者是就是罗杰他们 就是就是台湾原本 比较有名的几个实况主 已经有在播TFT了 哦那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也还没 所以后面整个观众基数起来 也是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呃 譬如说花轮啊 绿茶啊 嗯 然后罗杰NL 罗杰NL现在没玩 那花轮绿茶就是全部都进来以后 就带了 蛮大量的其他的观众进来 对对 但是可能就我的功课上面 就是你跟他们走的路线 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吧 因为其实你应该是一个 更偏技术流的 而不是一个 像是在说他们没技术吗 呃 说实话 我们是个很犀利的节目 说实话 他们应该也不能拿我怎样 不是 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你懂你的意思 懂你的意思 你要看跟谁 他们不是锦衣嘛 你要看他跟谁比 对吧 跟他们跟我比 那他们就是技术流 他们跟拿铁比 那不是技术流 这个没办法 没毛病 就是他们坐在这边 我也这么说 没问题 没毛病吧 要不然你花轮代表 就我们赛区去 去参加世界赛 我就这么催你 对吧 就是这个事情没办法 我拿成绩说话 没问题 对对对 就是那 就是从你一开始做 你说可能 甚至那时候你都还不敢 应该那时候 你不敢放弃工作吧 对对对对 但是后面是 什么契机决定 我可以辞职了 就是你说到 刚刚的关键节点 比如说 S8后 我们的Riot 就是收回这个指引权 然后开始让 就是你的选手梦 可以被实现 跟这些 你是有连接的吗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 像以往的经验 譬如说Town 或者是一些 当时的TPA 就是你打出一个成绩以后 如果你是要以 技术的话 或者是 对就所谓的技术型 当实况的话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成绩为基底 成绩挂帅 会比较容易做起来 是 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 如果我能进到世界赛的话 那我就可以 有机会进到全职这样 所以你进世界赛的时候 你还是主客工程师 对对对 是夺完冠以后 才选择离职的 对 那我这边问一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因为主客工程师嘛 怎么样年薪 都有七位数往上走 对不对 那我想象中 我算一下 有有有的 七位数一定有 一定有的 百万百万 百万几往上 你如果算到八的话 我就会讲你回去 对 那所以你愿意放弃 这样子的年薪来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现在也赚那么多 当然没有 现在可能就少一位数这样 就还没有办法匹配之前的工作 对但是 为什么会来做呢 但这是有预期 就是毕竟 譬如说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30岁 如果实况这边还没有办法 做到自己满意的成绩的话 可能就再回去主客这样 对就是 还是有一个退路 然后中间的话 会觉得 做这方面的东西是 我自己想要追求的 譬如说拿一个世界冠军啊 或者是 在开直播的时候 跟观众的互动啊之类的 这些都是会比 打城市让我觉得更有 更有自我实现的价值 你每个月 那个到户头里面 那个指示数字 感觉更有一点感觉 那个数字也蛮有感觉的 很有感觉的 我以前年纪会跟你说 那没有感觉 现在觉得 我现在只是看到 那个数字积在减少 我就很有感觉了 对对 那这边 我觉得拿铁的分享 我们先暂时放一下 也让门门说一下 就是当时对吧 好歹也是对吧 我找进 门面 门面 就是 对啊 是我们LMS的门面 不是把LMS托付给你跟汤米了吗 然后后面你也去LBO 播了英文流 然后怎么 就是后来回来 就是我记得两年前跟你见面 你也没有跟我说你要去做TFT 怎么现在 就是 就是做 就是全职去做到TFT 你的故事又是 因为我那时候PCS 就是做到后来 他们是要换公司嘛 然后是要到纽西兰去做直播 这样子 那那一波我就 没有特别想要跟 就是 英文流的部分 PCS的英文流 对对对对 PCS的英文流 对啊 因为那个 那个合同就是 我感觉是比较不稳定的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别的事情做 那我去年的话就是接游戏翻译 然后再做就是联盟战棋这一边 联盟战棋今年全职开始做之后 就是开始在做推特 然后推特上面的话 就流量还不错 就发一些技术文 大部分就是 抄一抄幻灭的直播啦 那讲说抄一抄这样子 然后就有找去 去世界赛 那世界赛也是因为我 就是可以cover的赛区比较多 包括东南亚 包括CN的赛区 那去可以刚好补足他们的一个阵容 然后之后可能就还是以联盟战棋主播 然后可能去多播几个联赛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节目有些时候还是要坚略一点 就是你会有一种 因为过去你是在职业队伍 我当时最早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是在NIP 分析师 就是在北美的NIP嘛 当时 对 最点 北美的 对对对 然后欧洲的NIP 然后你是做 就是等于你以前对我来说 你也是一个 至少是技术流的 就是说数据流或技术流的 那就是你从一个 你不会有一种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电竞 就是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严谨 大哥你也是从教练转主播的 对没有 但是我 就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就是你会有过这个疑问 就是你会不会有过就是觉得 这是个电竞的这种疑问吗 其实我觉得它相性比较不一样 然后我是蛮期待 拳头对这方面的一些开发 因为明年的话 它有整个赛区的重整 就我们以前的话是9个赛区 那下一季的话 就这个SE的赛季会重整成4个赛区 然后对整个电竞的推展 也会比较重视 特别是像线下赛的部分 那线下赛的话 我们之前去年是有赌城 赌城公开赛 对对对 那现在在世界赛时候 也刚刚宣布 就是还是会继续去办线下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取向 比较不一样 但是比如说你说 电竞主播的这个类型 我同意当职业选手的类型 其实困难度是很高的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走到那一个部分 也不太可能发展到说 什么像拳头给英雄联盟每年 就是固定什么 七万五的美金 对我们有个PCS的TFT联赛 这个可能比较难被期待 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 但比如说定期的杯赛 比如说我要定期去播 这个东亚的赛区 APEC的赛区 然后定期去播 EMEA的赛区 这个是可以办到的 虽然你没有 很完全回来过的问题 但我也觉得我不纠结 但其实第二个问题 还是我的核心 就是因为之前我有点 就是跟你聊过嘛 其实你比较早的时间点 其实你是有一直想往欧美 去就是我们所谓Riot的一个主英文台 去做解说的 就做播报的 但是我知道插零门一脚 对吧 就是有一些机会上的可惜 那你会有感觉到 就是因为TFT最后 终于做上那个 你做到了一个 就是你想做到的那个舞台吗 还是你也没想那么多 其实还好耶 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拳头整个的取向也变了 所以比较不太一样 对 就我不太会惋惜那个 因为我知道之前就算你上了 后面其实也都变co streamer 也都变contractor 就以前redbat这个东西 其实早就没了 就是你不属于 你不会真会成为一个writer 对 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太存在 所以太好 对啊 那你这次去播完 就是那个受到北美 就是主流的邀请 去西班牙播这个比赛 回来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这个就应该是一个 立刻可以回答的问题 对 直观感受 对 直观感受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拉丁美区 这个区真的好大 对对对 这个因为它是世界第二大母语嘛 除了中文之外第二大母语 然后它整个赛区不只是包含南美洲 还是包含伊比利半岛 这个赛区 所以它的游戏人口非常的庞大 所以他们那边几个解说 比如说我这次去播跟我的同僚 他们只有三个人是会讲西班牙文的 那工作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想学西文是不是 我觉得之后电竞最重要的语言会是 西班牙文跟阿拉伯文 这两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而且在未来 而且在未来 就是说的就是其实是我们之前节目有聊过 可能三个电竞未来的新兴市场 对吧 就是东南亚跟就是沙特 以及南美 对 因为确实这三个地方的电竞在发展 但我们还是拉回到 TFT的主题 OK OK 好 那我们接着 接下来其实我想让Nati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认知中的TFT选手 可能跟传统PCS这种 或者我们说POPG的职业选手也好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对吧 那这个不同是能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吗 比如说我用问问题的方式好了 比如说现在你的主要收入是 能跟我们大概分享 就是不用跟我们说结构 比如说奖金占95% 实况占5%还是这个 那现在可能就实况 其实要看月份 因为如果有比赛的时候 那如果有一年的这种总收入来 大概计算 你的头脑应该可以很快的处理 这个一个饼的图 大概 赛影口赛你开始算了 这应该用不到赛口赛吧 50%可能是赛事的奖金 或者是一些主持的机会 这么多有到50% 但是就要看成绩 如果你成绩比较不好的话 可能就比较后面 你说刚刚还有说主播的机会 对对对对 因为有比赛的话 像台阁大学会是 如果我中间输掉了 那可能后面就去找我播 就直接晋级主播台 你也是double live的 有时候有观众 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老电竹 所以通常是绿茶跟我一起播 但是有收拿铁也会来 那你比较喜欢跟谁播 坏了 好好好 你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我跟你讲这个绿茶的聊天室 一定比较火 然后跟拿铁波会比较轻松 因为直接给他讲完就好了 我懂我懂 我还觉得 你就是在说跟绿茶 说绿茶不专业嘛 对没有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你再自己跟他解释 不用跟我们解释 不用跟我们解释 那另外50%呢 另外50%就可能是要靠实框加上YT这样子 YT后台 了解 所以目前的这个收入结构就是延续刚刚记得问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职业选手应该是不太一样 对因为可能我们认为的职业就是会有一个站队 然后把你签约 然后提供你可能稳定的月薪 对吧 就是这可能我们是认为一个电竞职业选手的一个刻板认知 但是其实在博弈类的项目 其实跟鲁石当时的情况也有点像 虽然说鲁石那时候 欸不会啊 鲁石其实当时正规 那个有给月薪 有的像Tom他们是有月薪 然后包括罗杰3000万的故事你没听过吗 对 对啊 所以其实 就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 对还有一段距离 对 但是其实那时候 我说会有点类似是因为我 就是罗杰他们那时候也有实框嘛 对 而且现在可能 我知道可能在东方的赛区 比较少站队 就说签所谓的TFT选手 但是欧美好像是有的是不是 呃有一些 但是他们那个签就 现在最有名的是北美 是Disguise Toast嘛 也是一个 呃我记得应该台湾英语 在加拿大 对对对 就是以前有出很多 鲁石的 对对对 那我很喜欢看他的内容 我知道他 他们目前是有挂名啦 但实际上的签约结构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 那我这次去的话 像拉丁美洲 他们是有自己组战队 但是他们战队主要的收入来源 也是 呃教学 就是他们集体起来 做一个训练组这样子 然后你如果想学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们订这样子 乌习班 对对 这个其实我也想借这个 你提到教学 就是因为 这个是我观察在 对岸相对少的一个市场 嗯 就可能就是 比较少听到教学 但是好像 就是 因为拿铁也是高端选手 嗯 是不是 就是这个 教学云顶这一块市场 其实在 台湾也是有的 对 在台湾的话 我自己没有参加 那个教学团队 因为刚我们说的在 我们讲话对着麦克风 刚刚在 我们说在欧美那边有 study group 那台湾这边比较也有 就是教学团队 那你可能 呃可以指定 不同的老师啊 或者是就是不指定老师这样 对 然后他们 之前跟他们聊 市场应该还是有 那这也是 呃 战棋的 算是全职玩家 或者是 算职业选手 感觉不能定义成职业选手 可能算是全职的 全职玩家这样子 嗯 对那他们 要创造收入的方式 一之一 对对对 那我好奇就是 这样的学生客群来说 就是比较大比例的人是 也是跟你们一样有想要 在这款项目上面去 就是说 我需要花钱到 请一个家教来教我 玩这款游戏 还是是那种 他可能就是 他的主要 比如或者是他 他就是 他想打好一点 对他女朋友爱玩这个游戏 他得 装一下 对打个大师 或打个宗师之类的 这这问题其实蛮有趣 因为那时候我有问子婷 他也是几乎全职在做教学 他可能一个月 接个几百单这样子 几百单 对 然后说 诶你的客群到底是谁 谁会花钱 对因为像我就是 网上抄一抄人家的 那个公式就 对你可能有电竞基底 你有办法这样做 你看一看供应会就懂 然后他跟我讲 其实大部分是中年人 会来跟他 报这个单子 比如说他是一个 什么公司的老板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想完这个游戏 那就直接请一个人来 赶快带他上去 这么一说 这个商机感觉 不小 你一说中年老板 我就高费力 对吧 而且不是 我没看你 你不是 你在我心中 还不被中年老板 给定义 好吧小碧姐 你别自己以为 我刚马上想到的是事业了 对 就是没有 你们 你们只能说你们太浅了 还有更多的老板 是不是 你去教这个 其实教那个老板 赚的那些钱 都不是重点 人脉 那些老板有人脉 而且那老板有 可能有女儿啊 行 对 好 好 可是其实我好奇 就是虽然 可能没有正确的答案 但这些中年老板 他们是怎么样 会对这个游戏有兴趣的 是从什么渠道 或什么原因开始 这个我也是觉得 联盟战棋发展成功 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 它的游戏的界面 就是跟英雄联盟绑在一起 所以很多玩家 其实从峡谷 接触到之后 再去玩联盟战棋 这个其实其他自走棋 没有 这样一个流失在 了解 其实这个就是 可能我们前面没有聊到 就是说自走棋的斗争 就是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 侠带IP跟侠带 它强大的渠道能力 就是因为 基础用户量 对吧 或者是 在对外就是腾讯的这个 weekend 你就是 进到那个里面 你就能玩 对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 呃 有一个观点 我其实就是说 很同意本门 就是说可能也有很多 一大部分玩家 可能过去是 十年前是 英雄联盟的 十种玩家 就像我们一样 对 现在玩不动了 对 说实话 我现在找门门开黑 两个人都觉得 他彼此折磨了 对对对 但是下把棋可以 对吧 因为胜负也是 也是 也是我们自己算的 对吧 我们也别 也不是队友看的嘛 对对对 我们也不用靠你 对吧 就是周边还可以抢你的 还可以抢我 还能互相恶心一下 对吧 就是这个事情 而且还有就是 我也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 拿铁跟门门 有什么类似的故事 但是 我其实是 知道有蛮多的 就是 长辈 可能是自己的 儿女在玩这个游戏 对对对 尤其是因为在对岸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它的端手游不共同 就是至少在 就是有金产产嘛 没关系 能讲的 另外一款产品 叫做金产产之战 等于大家可以想象成 它又自己做了一个手游 但这个金产产的影响力 可能就是 大家想 比想象中的大家的大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 比如我去年听到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去年11月份 就接近年底的时候 它的 就是单院的营收 可能已经是可以 就是准 就至少是可以 必肩王者荣耀这款 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游戏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它是一个 呃很多人在玩的游戏 看一下拿铁 那你自己也有做过 类似教学的工作 虽然可能比例上 相对来说比较少 想问一下那个教学 是怎么样进行 我很好奇 就啊我一个小时 要给你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那你怎么教我 教学的话 通常就是你 可能DC开直播 然后你 你可以 是你打给他看 还是他打你指挥 还是 他打给我我看 或者是他的录像 然后就是看你的问题 在哪边 诶那是很认真在学 就是我的意思说 你还看录像 就是还有个VOD 对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很认真的 还可能稍微要备课一下 然后跟他讲 嗯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对于高端玩家来说 他们遇到的问题 可能都是因为 就是这个游戏 可能你得透过几千 甚至 非常多的场次量 来往你的 遇到的可能性 你都遇过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他 可能不需要那么备课 因为在很多 我们这种玩家 遇到的问题 在拿田那边 他已经遇过这个问题 无数次了 对他来说 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 就有一个 你心中的最佳解 对 因为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就是你 譬如说 以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在玩PBE嘛 那所有精英进去都是 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 所以大家都一样烂 当然我们精英玩家 就是可以 靠前500场对局 然后分析 我们这一把遇到的 比较像是前500把的哪一把 然后就是找得出一个 最适合的路这样子 那所以 整个操作起来 就不太像是临时想的 就会是以过往的 某一盘的经验 然后去下我们的这一盘 这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 对岸很喜欢用围棋 来比喻云顶 但我之前其实是比较 不知道这个连结性的 但其实跟两位交流完 跟我自己回去思考 我觉得他确实有点像 因为我们说围棋 也会有所谓的棋谱 对 被定时 就是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就是你该怎么走 其实这个东西 是有一些 可以透过经验累积 然后去总结出来 对 对 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说到 就是当然对于我们的赛区来说 小赛区来说 比较 开心的是我们终于也可以 有渠道通往世界赛了 对 但是我们也有 就是我们选手遇到的困境 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就是我们赛区目前选手 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先从赛制上来聊的话 赛制上其实最近 吵得比较热的就是 东南亚赛区的名额问题 那像是对一般的 职业选手来讲 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晋级的渠道多 然后你打的阶层少 那阶层少的话 就是BO12赛制 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赛区是 在东南亚里面越南独大 而且他们制定规则的 这个话语权也比较多 所以32期打到东南亚决赛的话 有22个位置 是给这个越南选手的 那这一次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越南选手 就是集体打到B22 就集体去把其他非赛区 越南赛区选手拉下来 他们还抱团 有那种恶意卡牌的吗 对 恶意卡牌的事情出现 在规章上是 就是也被允许的 对不对 当然是不被允许 但是很难去 戒定 对 非常非常难 因为卡牌也是正常的 对 我就跟你选同一个阵容 对吧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后来是有 有一些越南选手遭到惩罚 但是惩罚的项目 其实是跟博弈类型相关的 也不是直接的恶意卡牌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选手来讲 就是当然压力很大嘛 因为这个我们S8 有送拿铁出去 但之后改BO12赛制 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人出去过了 因为你到打到最后11场 你必须要领先其他越南选手8分 确定他们拉不下来你 你才有办法出去 那这也是下一个赛季 就这个S11的赛季 会做一个很大的跟斗 那我们希望会调整的 因为我们每次遇到拳头的负责人 我们第一个跟他抱怨的都是这一点 他们应该也听到有点烦啦 那我们之后会合并成一个亚太赛区 就原本的包括韩国跟日本 基本上亚洲除了CN赛区之外 都会整并成一个大赛区 那希望会好一点这样 明白明白 刚刚的简单的说法呢 就是你在一个麻将大赛当中 你一桌 但是另外三个人是一起的 对 就等于你就很难玩 就是类似这个比喻 三家都是在盯你的牌 你就不知道你怎么玩下去 这个比喻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听得懂 那接着 所以说从我们台服高端的一个人数 因为像之前在节目前有跟克莱们聊过 就台服高端人数是比较少的 然后有时候在真的打到很高端的一些训练量的时候 会有一些状况 那我们台服的选手 通常都是怎么样去准备这种很顶尖的比赛 以及碰到一些问题是什么困难 如果我自己备赛的话是会拉几个 我自己觉得也就是也蛮强的选手 然后我们会组一个讨论群 就可能下周要比赛 然后我们这周就会约135开会之类的 然后晚上的话就讨论 对这个版本的理解 大家有没有更新 有没有遇到什么新的很厉害的东西 是用讨论的就对 对对对是用讨论的 那我其实就一开始第一个问题 我听到这个讨论的形式或备战的形式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大家真的都很愿意分享嘛 因为这种情况 因为这毕竟是个人战 都是敌人嘛 对吧就是也有可能到最后 虽然都来自于同个赛区 但是会不会 但我想象中因为可能我们小 那个团结的程度是可以就比较高 因为我们觉得能送一个出去 就代表我们赛区很牛 然后因为我们通常讨论那种比赛 都是会有可能八个名额 会32进8之类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希望这四个人都会进 但比较大的困境就是讨论群越打人越少 对 就是我后面已经变成只剩我一个了 那其他人没有比赛打 就比较现实一点 就是他可能就是暂时会先不想玩这个游戏嘛 刚输掉比赛 甚至他可能都还有正职工作 对对对对 就不会再 不会这么投入 虽然他实力准备起来也是很强 对但后面的话就会变成 因为他赛区切割也太碎了 所以你打到越南那一战的时候 你22个人都是越南的 那你台服可能只剩两三个 那你也不见得都那么熟 所以你就会没有 没有训练赛可以打 会没有人可以讨论 而且可能又一面到版本再更换 对对对 这种时候就会很痛苦 那有什么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赛制更动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具体解决 或者说你想象中 希望理想可以出现的一些解决方案吗 后来的话就会觉得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应该就是要一些国际的训练赛 对就是平常 因为可能有在开台啊 或者是有在接触到一些 有去打过国际的线下赛 对然后把 认识的其他亚太区的选手 就是可能拉到同一个DC之类的 那如果有进比赛的人 这个DC基数大的话 活到后面的人就比较多 那你到后面还是有地方可以讨论 或是约一些训练战之类的 这个赛季没有做到 没有想到后面会 没有人可以讨论 其实我就是可能说了一个 比较大话一点的东西吧 就是我感觉 很常就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好像也没什么这个说 因为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隶属于 就台湾电竞圈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 会有些时候 有些人跟我聊的话就说 那我们的电竞到底需要什么 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不管是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 就是不管是政府的 公部门的组织 也不是公部门组织 我也有点搞不太清楚 现在到底 现在是什么样的局势 但是我觉得这种 就是很实际的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赛区可能 就我的理解 对岸可能是 到了这种关卡的时候 陪练队 就是腾讯他们 可能也不会到 就直接像LP有陪练队 但是就是官方 是会给你一些组织的 官方也会给你一些support 比如说我看了 我看过他们那种比赛 就是一群选手 已经打到那个程度了 然后就是至少官方 做一些最基本的 比如说你们一起训练 然后提供一个场地给你们 就像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屋子 给大家一起开会 开完会以后 可能官方负责的人 会带你们一起去吃个饭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 吃个火锅什么回来 然后再继续讨论 就是提供一个环境 其实我们要的 也没有说很多 但是现在听起来是得 还是得高端玩家 自发的来组织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 是因为就是 在台湾这边的选手 反应就太少 所以假设台阁 大家要做这件事情 他把所有的台湾选手 聚在一起 他其实也冲不出来 那个训练环境 那像这次世界赛的话 其实过往每一次世界赛 他都会有一个专门的 32位选手团练的地方 那这些选手 基本上日夜都在里面练 因为其实你外面去爬天梯 已经没有人在认真玩了 你得到世界舞台嘛 就是那个已经要到 拿铁那个程度了 但我们现在有点卡在 就从了S8以后 前一关 前一关我们进不去 世界赛的那一关 对 因为我相信以 我熟知的大家的尿性 不含我 就是如果有 大家知道有一个台湾选手 进到世界赛的时候 我们会看 对吧 我相信大家会 是的 一定会 这是人之常情 整个热度都会带起来 对对对 就算可能你平常不follow 可能你都会看到有一些 平常有在玩云岭的实况组 他可能那天就会看着比赛 就是然后 会会会 一起帮忙加个游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两边都会有的一个常态 所以说也希望 有能力的 有能力改善这件事情的团体 不管是谁 也出来做这件事情 带动整个台湾的那种风气 希望我们居住私民打S20的时候 好不好小斌姐 抱团新加坡 你觉得怎么样 拿贴 我已经在报了吗 已经在报了 OKOK 那可以可以 因为新加坡这次很厉害 他们东南亚只有三个名额 那我们刚刚说越南22个 他们三个名额 新加坡出了两个 明白 那也是因为他们跟韩国 还有跟就是菲律宾 然后跟美国那边 他们有自己认识的人 KR这位人物 自己去签了一个 语种就是 讨论群这样 英语这种交流方式也 他们天生一定也有点优势 那也想问一下就是 两位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可能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但我相信在港澳台服务器 玩联盟战棋的人 的人口基础一定不小 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少数 但可能会想去参加比赛的人 是没有那么多的 对 那就是我想问两位 就是一个是都是有专业的现象 你们会觉得这个 这个参加比赛是一个 非常高门槛的事情吗 我觉得门槛其实不高 我们可以报吗 可以啊 你们都可以报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走半休闲取向 那像我们会有所谓的海选赛 那海选赛的话照排名下来 前512都可以参加 那512的话 以我们的精英人口数 其实只有50个人口而已 所以你就算是 512会排到哪 排到钻1 有钻石的啊 有钻石的啊 对啊 甚至以前甚至还有白金的可以去报 这样子对 那成绩怎么样不说啦 但是就是有点全民这种电竞化的运动 其实台克大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 那当然这个渠道稳定性就很低啦 因为512的话你每个人只打BO3 你坏了一场可能就直接倒了 那像你们这种高端选手 会不会怕在这种局里面翻车 还是不可能 很容易啊 很容易 还是很容易翻车 但他们算保这样 保这样高端的机制就是会有 另外一场比赛是前32名的 对所以会有分比较 他有应该有分赛道对不对 对对对 了解了解了解 就是其实也类似就是 因为可能去年我是年底去参与了 对岸的TOC 就他们自己的赛区的云顶的 最后的一个大赛 坏手 而且他们的奖金就是100万 软妹币 软妹币是就跟我知道 好像跟世界赛的那个奖金 好像差不了 是在后来有加一点 加一点一定要比他高 对一定要比他高 不能你打了一个就是 打了一个47联赛拿的奖金 比你世界赛的总奖金高 有加啦有加啦 但是就是他们去年就 就是出了一个很 跟拿铁也很像 他们那个夺冠的就是一个工程师 对然后就是 就是甚至他是说 他就是那天请了假 比赛当天还要请假 他还不是说可能我 就先辞了工作备战这个东西 他就真的只是一个 就是也有采访他的采访出来 我看了那个一手的采访 他就是主持人 就是问那种很基本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比赛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人问这种问题 但是他就回答说 因为我有个电竞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还蛮励志的 就是在这款游戏上面 所以真的要说 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主题 就是 通常我们会说 要给一个什么 想要成为电竞选择的年轻人 也好什么的一个建议 大部分我们 来了那么多嘉宾 都会是说 要明白这个事情的门槛 其实这个门 其实非常的窄 有些时候不要 门槛很高 跨不过去 甚至我们之前有聊过 那种什么 小孩子送去什么 就是 电竞学校 电竞战就开的那种营队 不是为了让他去体验 而是让他知道 就是你做不了这个料 对吧 就是要打击他信心的 对 但是其实云庭这块 这个游戏 我觉得真的 就更 我觉得更容易高手在民间 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 就是 当然你还是要投入很多的时间 就像拿铁也是 但是我是说 你初步是可以像拿铁一样 就是 你可以 不一定是说 你要放弃你原本人生的一个 脉络跟pattern 你就要来堵一个电竞梦 但你可以 剥裂一点时间 然后去参与看看这个东西 然后去感受一下 就是 比赛的氛围 因为你在家里跟亲朋好友打麻将 跟你去参加一场麻将大赛 我觉得那个体验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它是没有一个 比较没有反应上面这个门槛 对 那这样没有反应的门槛 就等于是说 没有年龄的门槛 对 所以你比较容易累积经验 然后去 就算 做伴职业 但是你之前累积的东西 还是会在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它其实是有点运气运气成分在 所以有时候你选手 你可能一个 我们也看过就是那种海选赛 什么突然一个钻石 然后就打到 打到最后面 对 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可以 搏一搏的 对吧 是 我们下一季 都是云顶的好手 都是TFD的好手 我真有想过就是 参赛一下吧 对 但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在 没有你找哪里 帮你上几个课啊 我应该是要回来 看收费怎么说 多帅 还要多帅一点的吗 好 那我们刚聊了一些可能 关于就是 职业化 赛制啊 或者是就是 目前我们港澳台赛区 在TFD这款项目的 电竞的一些内容 但后面我们就聊一些 比较一些轻松的话题好了 就首先第一个话题 我是想问 就是在 TFD这款项目里面 一直有一个争议 就尤其S10 就是我们刚进行的这个炫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港澳台赛的翻译 混音大乱 音乐大乱动 音乐 音乐 差不多 我也有多照顾 有点忘记 特别穿 他的衣服来 对 就是这个 Remix Rumble Remix Rumble 这个版本 其实是 就我所知 是有 因为 就是可能我知道的脉络 是去年有 刚刚提到的 就是赌成 拉斯维加斯的公开赛 所以其实S10设计师 是加深了 他的竞技性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最早提到的光谱 就是可能把他的 从运气跟 就是 运气减少 实力 跟特别 往这边靠一点 但其实 S10反而是 就是 太过头了 对 流失了非常 就是说因为这个 Remix Rumble 这个赛季 它变得操作性 就是难度更高 技术更高 所以反而流失了 不少的休闲玩家 对 对对对 但是 两位作为就是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电竞 其实一直都会有 一个两难 在我看起来 就是 尤其是博弈类 我必须说 我要强调是博弈类 因为 我认为如实 遇到后面的发展问题 就是因为 他当时 他为什么能火 就因为他真的 很大的简化了 我们所谓的卡牌 对战类型 尤其可能是 孟晚风云会 这种开始的 这种主流的 一个战斗方式 对吧 我讲一个最基本的 通常都交互的 我们看的都是 陷阱卡 对啊 都是你要准备翻什么 我翻开我 我翻开的卡 对吧 但是这个如实 是不能做这个事的 也让他 吃到了很大的一个市场 但是他后面 当你要加深游戏难度 跟深度的时候 包括电竞的发展起来 他做不出来 他做到最后 只能玩导演了 对吧 只能玩一张牌 就去什么游歌撒龙 就是开始给你表演 他起一个随机效果 然后看谁 或者是各种OTK 一回合把牌全部甩完 对 就我觉得 你觉得太危险吗 我们没有很危险 我在偷笑 只是因为我们 S11就要向那边靠起 所以没有关系 对 但我想问两位 就是你们的观点呢 就是 就这个问题 一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比如说 你作为一个选手 你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播 你们会觉得 就这个游戏里面 就是你更喜欢他 偏哪一点呢 我一定是喜欢 他偏比较 就是技术层面的啦 对 那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在这种 竞技型的选手 跟休闲型的选手 一定会有一个冲突 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在S的话 他的机制是主秀 那主秀机制 你来什么 你就必须要玩什么 但休闲玩家 不是这样玩游戏的 我就想玩这个阵容 对 像我老婆 他就嫌那个角色丑 他就不玩那个角色 就玩女团 只玩赛亚分 对 我就只玩 我每一场都玩这个东西 那什么武杂摇滚 我看都不看 对 但没办法 你主秀来武杂摇滚 你就是得玩 你如果不玩的话 你要再重新骰掉 你就要花很多钱 你就是玩不玩 你可能这把就是 就要掉分 对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S的这个 因为就主秀机制 这个东西 太难 阵容储备要很大 你需要玩很多 没有错 他就造成玩家流失很多 那S11我觉得相对人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我看了好多随机性 很夸张的内容 就那个 我们的机制要先讲嘛 就是他是叫一个 Encounters 中文我有点忘记 奇遇 对岸翻奇遇 我不确定 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 所以等于就是说 你要玩那个阵容 你是可以铁头 硬玩某一个阵容 现在没有主秀机制 但是你需要随机应变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休闲玩家爱玩 因为他可以每次都走 同样一个东西 但是遇到东西 对也不一样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抖音时刻 或高光时刻 比较容易出现 很爽 爽感也很够 实况主应该也是舒服的 就是随机性高 但他同时也是选手 对 对我说 以实况主的角度 你应该希望他 多的越有 就是越有 越有效果越好 但是作为选手 你应该又希望 他是在你的可控范围内 那你 那哪点是怎么看 好难 我自己 如果在打比赛的话 就是会希望是偏竞技性一点 因为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或是可以练习的量就更多 对 但是平常在直播 或是在爬分的时候 就很多的时候是 你是主播之类的 你得玩那个 我懂我懂我懂 假注 对吧 金贷 金贷 这一段我给观众 就是不玩的 一样用麻将来比喻一下 就类似说 你在打麻将的过程中 你有可能会遇到 就这把你一定得胡七万 就是那个 那个天选 或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刚刚你说 主秀 就是他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七万 就是你可能就是 这把你拿这个七万 你才能翻倍 对吧 就是你可能直接算八台 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可以胡一个大牌的时候 轻衣色的时候 你就要胡轻衣色 你就是把其他小牌打掉 但你今天来了一张 因为你是麻将主播 一张主角七万 你就得胡万子 你就会很考验你的转牌 或者是你的 没有错 那我们这一季就是改变 就是说 下一回合这个牌库里面 多一张五万这样子 甚至有那种就是比如说 那个也很扯的机制就类似说 当错到这张牌的时候 所有人就直接倒牌了 看谁现在可能翻数大就直接算 就直接结束了 看谁比较多搭就赢了 对它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可控的 全民电竞其实是一个大家想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说电竞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很大的舞台 就比如说像我们过去早些年英雄联盟 就是我们一年要去什么四族体育馆 对吧 我们明年要进鸟巢 对吧 然后明年我们要去什么胡人组场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场地越办越大 然后开幕式越做越酷 对吧 就是也有所谓的下层式的电竞 就是我们往商场 甚至往就是 就是说哪怕以后在公园 对吧 公园就跟有老头在那边下棋 打扑克一样 对吧 就是我们也可以办一场比赛 因为尤其就是手机里面你拿出来 对吧 八个人一坐就可以围在那边 打一场云林的比赛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说 就是这个我是想问两位 就是你们会对这个有兴趣吗 因为我是知道 就是可能在产产这一块 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 他们有所谓的双人共玩模式 那这个共玩模式 我知道在职业选手视角是 极其不平衡的 对吧 他其实是又把随机性 又叠在随机性上 对 所以其实 他很难被可控 但是 这个双人模式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把社交的功能拉得特别大 我给大家比喻 比如说就是 情侣就可以一起参赛 然后我可以在一个情人节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到西门町 我就办一个就是 一百对couple来参赛的一个比赛 然后就是打这个 看会不会有人现场分手这样 对 然后赢了我可能就送你一个 不用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但是也给你一些不错的礼物 对吧 比如说 你第一名我就送你 双人套票 这个实际就是贴把行动的聊 因为两位毕竟也不代表 运营现在 我们港澳台赛区的一个 战棋的一个 台阁大的一个想法 但你们会觉得这个东西 你们会有兴趣吗 我自己觉得对我是好 因为我的路线本来就是比较做主播类型的 对 所以他们办什么比赛 我可以去播 那对我当然 你只是关心车马费 对对对 像我今天来录这个节目车马费 这个 我们之后再聊 之后再聊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对游戏的长久性 跟直接变现的管道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是直接接触用户 不像电竞 像英雄联盟的做这么大的一个电竞联赛 但那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看比赛的人 其实到最后不一定玩游戏 那不玩游戏的话 收不到钱 对就收不到钱 那你直接做这种下层式 草根式的 像是包括像赌神公开赛 他就跟你直接收门票 那你可以跟这种 你喜欢看的一个时光组 一起来玩游戏 这样子 那或者是买周边 或者说你今天赢了什么小比赛 那他给你一个折家券 这个是更直接可以变现的方式 那我觉得对游戏的长久发展 其实是更好的 对运宁我觉得也是更容易的 嗯 除了线下赛的话 我自己是参加过两次的线下赛 那整个玩起来 就跟线上赛体验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是觉得非常好的 因为你 本来线上赛你卡牌 没什么心理压力 啊你在线下赛的时候 你卡牌那个人坐在你旁边 哦你是这个观点 对 回头看你这样 就等于是你打线上麻将 如果是什么那个什么三缺一啦 就是就是都是什么浮瓜或谁的脸 就是你也不在意 就是你在那边发语因恶心 别人快一点啦 什么的对吧 但是你线下赛可能就不一定能 就是就是类似 这么放飞 对 但线下赛的体验其实也是 更多的有趣嘛 那你想问问两边 就是因为可能前面我们的问题 都是一些我们主持人的一些观点 你们有没有就关于云顶就是来说 或者是关于TFT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想分享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你们觉得就是未来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去期待他在这个电竞的领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性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希望之后电竞可以更去推动这一款游戏 因为现在电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它的电竞的高峰期 其实是这个游戏收看的低谷 就是它通常是达到最后 那一个赛季的热度已经消了之后 电竞大的比赛才真的开始 所以它其实没有做到推进的那个游戏本身的一个效果 你前面跟我们强调 有点像是好像变成是下一个版本的一个预告的一个Festable这种感觉 因为像我这次去世界上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蕊最多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跟他们游戏设计师聊下个赛季的 后面那个publish 反而前面那个冠军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是就是也重要 但是反而没有拿到最受重要的比重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下层式的一个电竞赛事啊 那如果可以混合一些真的职业的选手进来 我觉得它是可以同时推动的 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整个赛区整了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把整个赛程的规划给弄得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以前的赛程是要打很多阶 我们要先跟菲律宾泰国这边打完 然后再去跟越南打 那个时间就拖得很后面 所以这样往前一点拖的话 我们希望是不管是公开赛 下层式的 或者是整个大赛区的 可以把赛程稍微往前 然后推动游戏本身 这样你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学技术 然后再回去玩 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完世界赛之后就直接丢了 就去准备下棋 确实确的话题我也想到 就我们当初聊的所有聊到 就是可能这跟我的观察不一样 就我们说看云顶的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有不少的比例玩过就是战棋 然后也有不少的人会在平日的实况的观看的习惯里面看战棋 但可能看战棋比赛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多 包括我自己就是啊 对 但是就是我们说观众的体验 就像我 我可能看了不管是对岸的转播 或者是我确实也看了一些台湾的 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 呃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赛事的时候 大家给我播报的很热闹 但是好像就是在两位 就是我们在港澳台赛区的这个播报 大家是不希望你太热闹太吵杂 反而是希望你好好地把每一栋的树状图分析清楚是吗 就是说从主播赛屏的角度来看 我感觉因为聊天室都是自诩精英以上嘛 对 所以对这方面的要求 对 就特别多 那我说实来我这去世界赛 这个也是大家讨论很热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很多的coast stream 他们就是找一对精英玩家一起看嘛 像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最多人看的coast stream 就是Froden一个coast stream 他在北美就是专门做这样子的 那他就做很专业的一个分析这样 那其实看的人数跟主台的人数没有差到 太多 那像主台他的一个分布就是会比较聚焦 可能在选手一些故事上面 像我们的主播跟赛屏的分布 其实是有四个主词 然后三个分析 像我平常在这边我可能挂主播 我去那边也可以挂分析了 懂了懂了 就是简单来说主台的分析质量不怎么样 他讲的他讲的 不不我说不我说 我是在攻击你不是在攻击主台 你都买服出来了吗 我也是你带进圈的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那就只能说你眼光不好吗 确实好像不怎么 那拿铁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普遍 包括你自己实况的观众 大家喜欢怎么样类型的讲解 我自己觉得战棋比赛好不好看 真的是很大一部分是吃主播跟赛屏 因为我 比较平稳嘛 因为我如果没有 譬如说没有打进世界赛啊 那我就会做那个 观众 Costuring 对不对 就是观赛派对这样子 对那边的话我可能 有时候会切英文台 有时候切中文台 或者是切TOC他们那边的 他们那边用 比较多都是一些大主播在看 就是主台会去请几个 比较专业的 对 主播 然后可能请一个大主播当赛屏 这样 对对对 对那整个 有没有播报的很热闹 或是很有气氛 那就差很多 所以你也是 要有点气氛派的 就即使你是一个高端玩家 但你还是觉得 就是要有点气氛 对 就是譬如说 嗯 之前 有一个 可能讲话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这样的去分析 这个他 这边会选择杀武色啊 因为 现在杀武色的版本比较好 那根本看不下去 我会觉得你再给我上数学 可惜 真的 对 反而可能以前 这很特别 以前我刚开始接触英雄联盟 就我还没进来 投身做解说的时候 当时最早是 毛哥跟贝克嘛 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贝克的风格 就是在旁边就是 这波这个 野区不录 爆了 就是这种 这种风格我还蛮喜欢 但是反正我在云顶上面 就是在战棋方面 我接受不了他这种风格 但是好像这种风格 这其实是没有对错 这其实就是 这是一个主观审美的问题 对 我最喜欢看的是那个 企图播幻灭 的OB 那个真的很好看 因为幻灭它是 可以嘴 它有那个质量在 我去过四次世界赛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嘴你也不能说什么 对不对 他嘴起来就很开心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其他没有去过那么多的 看他的台 他嘴了我也跟着嘴 这样子 然后那个那个氛围 那个氛围 就是你喜欢 我懂 有两者间聚了 就是他们真的是 顶尖的选手在播 然后又有一群顶尖的选手 可以彼此互平 对 因为这就 又类似一个麻将大赛 就是我们可能以前 都是在电影里面 什么确胜啊 或是什么电影里面 看到这种类麻将大赛 说实话我没有参加过真实线下的麻将大赛 对 但是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那电影里面那个 应该是都是蛮激情的 对吧 就是 但是当然他只是电影 他只需要 卡掉几个过程就可以了 对 那像哪里你的观众会喜欢你那种 譬如说超级天服的阵容 或者是什么 第一个三星五位出来 那种时刻 还是就是你一个 超神的理解判断 转正 很屌 就是他们喜欢哪一种内容 我自己 实况人数最高峰的话 大概就是 真的是打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越到后面的比赛 比如说 以往的世界赛啊 或者是东南亚赛啊 对 大家还是 就是要看最认真的时候 应该还是看比赛的时候 因为又有一个刺激感 你天梯的话 可能输了就输了 顶多扣一点分 那也不是扣到他们的 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而且还有 我觉得一定还有一种 荣卢与共的感觉 这个一定也有 真的 而且其实就是这个点上 也是希望 借这个节目的机会 跟大家聊 因为我还是可能觉得 有些观众不禁接触过TFT 就是这个比赛的观看模式 其实跟我们 从传统端游的观看模式 也不一样 对吧 就是 观游可能大部分的观赛 你都会是在主台 就是 就是有一个解说台 然后主播赛平台上面 站得正经为坐 然后开始跟你播放比赛 对吧 当然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 Coldstream 就是在英雄联盟端游 也是有的 对 但是 可能在云顶里面 很多的体验是 你是可以跟着 就是 就是简单的说 第一视角 闪电狼的选手在打比赛的时候 他不能开直播 就你不可能看到一个PCS的选手 他边打PCS 他边开直播 但是 就是 战骑士就是允许 而且很多时候 尤其是线上赛 你们就是在家里打 对吧 然后你看了一个摄像头 然后官方在从某一些方式 用某些软件 你截取你的画面 来做一个主流的那个播报 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主流 反而你是八个人的视角 一直在切 切来切去 对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某一个选手 你可以完全就站在这个选手 就站在这个选手的直播间 然后就像拿铁刚刚说的 就是 仿佛跟他一起在 是 在打这个 一起晋级 对 然后就是他这一手 可能没有照着你的操作 想 还可以喷他 你就可以在 在 在 打错里面打 打错自己头 对对 傻 对他有很多那种就是 我刚才想你们这些人凭什么喷 就是他们都在那边各种质疑理解 你知道吗 我想说 人家好歹也是 四个代表选手里面之一 就是你竟然可以 喷是乐趣之一 你有跟观众生气过吗 就是他们就是想教你说你打错啊 什么什么 你就是受不了 因为如实以前确实会 很容易啊 我记得那个谁下来 就是开直播 有一首检讨了三个小时 我记得反正就是 拿铁你会问你的聊天室 你们几分吗 你几分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比我强 他也确实 你心里面已经这么认定 对对对对 但是你也不会去就是 所以就不会去 担任 对对对对 就随便吧 给他们同言同语 这样 ok ok 对啊 我觉得就是主台是要顾整个比赛的嘛 所以比较难看到每一个人 因为你看一个人的POV 你才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去做那个决定 你前面有看到后面有看到 因为他决策过程 其实跟他的商店是很有直接关系的 那像我们如果是主台在播报的话 我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在第三场之前 要看过所有的选手 就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落差 但是主台的就是你英文流的那个主台 就是你应该就是主播赛评是影响不了OB带谁的嘛 你还是得跟 他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 英文流的主台可以 你可以稍微cue他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比较想看谁是不是 对主台 就是英文流的主台 其实跟TOC的比赛不太一样 他是很靠主播赛评在带 因为我们的主播赛评 他是同时看八甲 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在那个选征服的那个 永远是看八甲 对对对 有画面跟我们其实直播 就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其实比较靠主播待 我知道TOC的比赛其实不太 比较不一样 TOC是比较靠OB带 TOC的主播赛评会出现就是 就是主播在上面说 我就是要看谁 你能不能让我看谁 然后讲到他就生气了 他就说能不能不要再看这个了 他要你跑掉了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主播比OB专业嘛 的时候就硬要Cue这样子 因为确实像哪里 就是到那种量级的时候 他请来的可能就是一个 落败的CN赛区的一个选手 他们明天要打比赛的也会早 他们的好看就在这里 想问一下本门播这个 战棋的比赛会压力很大 也是看八甲 其实有时候跳来跳去 你一阵子没有看这个画面 怎么他回来阵容都不一样 感觉超难播的 跟播端游来说哪个大力甲 因为端游是你说错 与否我认真说有的时候观众 还真不一定能听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对啊观众根本听不懂 我直白一点讲 就是你说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比如说就这波应该要入野 然后什么再往下转什么 他没照着做 那就是没照着做啰 但是就是你的战棋分析 是你分析这一首错了 就比如说你讲了一个错误的观念 然后就是人家可以很快速的 就跟你一翻两瞪眼的 跟你说你说错了 你会感觉到压力更大吗 其实还好 我觉得因为老实说到世界赛的时候 那些路都已经很顶了 你也知道大家都在干嘛 对那些你很少会看到真的新的套路 对你顶多是在征服选择上面 你可能讲错了 然后他玩出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但是就算你讲错了 你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在水线之上 因为你看那么多比赛下来 不要太离谱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一个不做功课的去播 那可能就满足不了港澳台的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去播 大概率就要爆炸 就可以再黑一点 没事 表现事还是会很急 对对对 了解了解 就是不是一个我想赚这笔 前六年去赚的工作 可以你可以 很难受 先赚再说 对啊上次阿神来直接邀请我去邀 直接邀请我去播那个Valorand 可是射击比赛应该算是比较容易播的吧 因为WOW爆头 但是Valorand 也有很多战术配合嘛 对对 没有啦我都是开个玩笑 都很专业 都很专业 在就业 在就业在思考出路啦 对对对 对 最后想要请拿铁 你跟大家说说 就是你作为这个实况主 现在希望大家来看你的节目 宣传一下你的频道也好 或者是找赞助也好 什么想跟大家说的话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就是两位都是 对吧 就是被我们凹过来台中 车马费 对 主要还是就是可能 我觉得 做这一期的 就是这个战棋的内容 也有一点希望就是说 因为觉得这款游戏它 以前我可能也觉得这款游戏 不会有就是 适合做电竞的这种能力跟一天 因为我看过鲁石是怎么样 在我面前就 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看鲁石的比赛的 但是你感觉到 我们是后面这几年观察 我感觉 至少在对岸 这个游戏的电竞 其实是看得出来 它慢慢一步一步的在上升的 但是也想就是 就是拿铁你 你可能是真的投身在这个里面 你放弃了七位数的年薪 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想跟大家 比如说安利 哪怕你安利这款游戏 或者是安利你的实况 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去 对我们的听众调达 你如果去找一个家教 教你一个小时多少多少钱 来看我的实况 我免费教大家 对 其实还真的是 如果真的想要下起进步的话 我觉得多看是比多下容易进步的 因为你多下的话 你会重复某一个错误 那你多看的话 你推荐我自己想要学习的方式 我也是去看 譬如说TLC那边的主播 或是美孚的主播这样子 去看一下他那一首 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你可能就会中间得到的一些 理解的进步之类的 对所以刚刚其实拿铁讲的很保守 简单来说就是 现在这个线上的各位同派们 可以来这个拿铁的这个频道 大家多多学习进步一下 我不知道就像绿茶他们那些直播间 就聊天室会占段位吗 会啊会啊 所有的聊天室都会占段位 我说会不会彼此之间占 比如说有个人说 这首应该走A啦 对会会 对啊那如果你想在这种 比如说你平常就是一个 也没有那么看TFD赛事 但你就是一个想就是 很有战斗力的人 在聊天室 比如说你喜欢在哪个大主播我不知道 就是看 就是去指导别人 但你也先要有段位 你没有段位也可以 先来拿铁这边学习一下嘛 先拿一点段位 有人权在嘴人这样 对对对 那门门这边其实还是 一直刚刚没有问你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做Twitter 就是而不是做 就是台湾的社群呢 是不是台湾社群 没有那么大的关注 你也可以实话说吗 对啊 因为我本来就是主播类型取向 然后我自己 那是因为我自己先添的一些 就是 优势 对啊优势 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去做英文的转播嘛 那我也知道APEC之后会弄比较大 所以我就想说先卡位做一下 然后 因为我的位置是 我懂中文嘛 然后我又在东南亚赛区 所以我那个位置就很容易 很容易去卡 那你做出来的那些内容 应该在我的想象中就是一些类似 可能一途流或者是就是告诉你一个阵容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基本架构 你该拿什么什么装备大概怎么给嘛 对吧 那这些内容你有发在 就是比如说脸书或者是 我们的社交媒体商吗 我之前有做过脸书 但是其实脸书对技术文的推广是很低的 它对生活类型的文 比如说我今天去吃肯德基 然后我去对比什么小骑士 这个他会推很凶 这个主播我超爱的这样子 但你发什么技术文 那个脸书根本不会帮你推 所以我觉得Twitter比较容易 因为他是比较专门用户取向 我懂 那我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 比如说小白玩家 或者是就不要说小白 我是接触不少TFT 但就是可能我就说已经入门 但想往高手迈进的玩家 那我在就是港澳台赛局 我一般是在哪里 除了看实况 就如果我不看实况 我有什么地方获取 比如说我难道真的要去你的Twitter看 就是教学吗 播题老师影片 每日固定发片 记得去看 然后如果要找他指定教学的话 要加价这样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对对 他是 就是之前讲的教学团队 就是播题他们的团队 一个YouTuber 他是整个联盟战棋 中文 然后女性的话 是订阅最高的 他还是个女生 对对对 干嘛突然听到女生关键字 你眼睛又亮了 很怪怪的 一堂课多少钱 一堂课850块 指定的话好像 指定是800 好像是800 那是可以 是会见面的上的吗 见面上加个零 你可以听他声音 声音也蛮有听的 只能听声音 见面可能 你可以再谈 你可以再谈 但我觉得播题的台做的很好 是因为 我其实也跟拳头一直推广他 我就说你们赌神公开上 应该找他去 因为他算是 用户课群真的很大 而且他的团队也很专业 就是台湾的高端社群 也有很多人是靠播题老师在养 因为他们会把他整合成一个 教学的流程 对对对 让大家 因为我知道 就是这个高端群里面 其实有一些还是学生 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 就是半职业在 就是或者说 自己还有一个正职 就是一半在投入在 对对对 这个里面 其实在很多籍的来宾 就是在一些 比较小的项目里面 尤其 刚上次阿森提到 自己办设计比赛 一半跑跑比赛 其实我觉得在 呃 除了我们刚刚一直呼吁说 希望有一些团体来 这个帮忙 支持我们这个云顶 战棋项目之外 其实社群的力量 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包括像 各个直播间 包括像播题老师 这样的KOL 其实看到他们这么投入 也是 大家都觉得很棒 其实就是这几集节目 都会给我一个 最终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种开心 就是又可能 因为那个开心是来自于 就是说 呃 过去一定都有做过那种 就是台湾电竞要 很强很强的那种梦 但是你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会知道 就是有些东西 说实话人事有些东西 不是你靠努力 可以去改变的 但是 就是 就是可能忽然带来有点沉重 但是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 还是很正能量的好吗 可能过去对我来说 我必须说 我可能我是一个 逃亡了 然后我觉得 我放弃了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市场 可能不一定真的有那么有搞度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在很多的项目里面 其实 特别有生命力 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的 做自己做事 像拿铁 像门门 就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且 回过头来看 就是 好像也没有让大家吃不起饭 对吧 就是门门过得好像也没有瘦啊 呃 确实啊 没有 我 我会想说的是 我是蛮鼓励大家去投身联盟战棋的一个电竞 那我可以大概的讲一下 就是联盟战棋 我觉得有几个优势的点 在电竞这上面的领域 第一个是它是不吃操作的一个电竞 所以它大家可以参与的人数就比较广 你没有那一个门槛 然后再来是它在世界电竞上面 它其实不吃品的 这东西其实很关键 就是你要做一个 对 线上的比赛 或甚至像我们之前Africa 或是黑大大办的 它就可以请世界赛 在世界上各赛区的选手 直接从北美去脸 对对对 那那个关注度其实是很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我自己在接触这个圈子 也是跟低点比较相关 就我觉得它的年龄层其实是偏高的 就不管是在主播方面 或是选手本身 你很常可以找到比如30几岁 这种人还在玩的 甚至做转播还有40几岁 这样子在做 我觉得它的年龄层 累积给你的时间是比较大的 不像联盟 不像是峡谷 峡谷你26岁就差不多要拜拜 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对对对 不太可能再回去 我跟大臣现在都是不可能去想说 我要再去当一个峡谷的选手 不一定哦 好啦对啦 但是现在 我有坏消息要跟你说 是真的不行啊 不是 这还叫一个消息吗 不会告诉我说 记得我要跟你说个消息 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 所以不可能会这样子啊 是的 但是那个战棋 我们还有机会努力一下 或者是说 我至少我512去打 对不对 我能进一轮 我都觉得很开心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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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说 因为就我所知就是现在可能 呃台湾的很多实体卡牌的这种博弈竞技 就是其实是发展得好像不错 尤其是Pokemon嘛 就是这个 就是 我们的乌龙老师啊 就不博了 对就是 但是就是 同样的类似就是说 年轻人也好 老年人就是 像我一样这种中老年 我就是 也是中老年了 就是这种年纪的 就是如果想体验一下 就是当你觉得 这个是可以带给你快乐的 生活的一个调略机 你可以不带太多的 功利性的目的性 来体验看看 对吧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社群的温暖 我也不知道有多温暖 我也不在里面 但回去先报个课吧 先报个课 先报个课 有些指定老师 看能不能给我那个什么 波提老师 用不指定的价格指定 至少要帮我奥这个 至少要帮我奥这个福利 可以可以 我跟波提播比赛 是播最多的 我帮你讲一下 对吧 就是没话 就是 没有问题 主要我觉得 我当初还是 做了一些对的决定 好不好 依照管理有来宾来 我们问一下 就是如果要用一个字 或一句话 形容电竞的话 你们会用哪个词 哪一句话来说 职人的梦想 职人的梦想 对对对 我自己 我觉得我的工作态度 受两个最大的影响 就是记得老师 然后再加上 我那时候很喜欢 读一些什么寿司漫画 然后就在讲职人 这样子 你这个话说了 也没有车马费 我先跟你说 那算了 我改一下 没有 职人的梦想 那我很喜欢你的答案 对 好 那 拿铁老师呢 我的话 可以跟 TFT结合一下 我觉得电竞对我来说就是 加注 天选加奇遇 天选加奇遇 因为我比冠军的 那一场赛事 是先拿两个第八 然后再拿三个第一 所以当下就真的 到第二个二连级的时候 就觉得 那一天就是我的 我就是那个天选的 你感觉波照有个积木吗 对 就感觉是天选之人这样 明白明白 奇遇的话比较像是 本来人生的脉络 都有一点固定 但中间就是 因为这个决定 所以后面可能 比较好或比较坏 也不太确定 但是一个 不错的体验 对对对 至少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拿铁老师其实 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年纪 一个目标 跟一个时间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时间点到了以后 可能如果 也有机会 听拿铁老师 再来分享会分享什么 但我相信 就是这个奇遇路上的 对对对 你的前提是 我们GG斯密达 最起码还要活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活不到啊 就是就是我觉得 就是这个奇遇路上的风景 我相信 一定是不虚实性的 是是是 也祝福两位 对 也希望就是也祝福我们 就是港澳台赛区的一个 战棋的一个 发展 电竞发展能越来越好 电竞元年 就是可能比较 Hardcore一点的内容 如果你是Hardcore玩家 也可以尝试去接触一下 对好 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本期内容 欢迎留言 或者是告诉我们 你们还想要听什么主题 看什么来宾 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 我们是GG斯密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